我们《易经》里边六腰阶级的挂还有哪些 除了这个之外 有人甚至把脾 天地脾都算为脾挂 你说脾色不同脾因为小人 其实物极必反 我们都知道脾气太白 到了最后就是好 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 人到了低谷 他才会激发内心 自己奋斗的那一面 才会重回本心 那六腰阶级不急的 所以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那你急的当然更好 但是只不过这个时候 你容易骄傲自大 你会堕落 那反而是不如 从零开始的容易 那还有整体表面上 看着六腰阶级的呢 比如说火天大有火地劲 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参考 那还有这个 大旭也说了 这个山火壁呢 就是亨通 有利于小的 发展 可以前行 这个壁主装饰 还有奔跑的意思 有人叫山火奔 那干脆都堵错了 也没关系 也代表着山下有火 为文明之下 火烧天门 具体看 这个初九 就是装饰你的脚趾 连车都不坐 那你说好还是不好 那当然会比较的 好像愤轻 跟这个字又很鞋 我新买的鞋 很漂亮给大家看 你为了目的而目的 这个就不好 因为你刚开始嘛 还是难免青色 虽然你 确实好看 好不好看 好看 大家看 对不对 也对 但是没必要会了 让大家看 该坐车坐车 那这个初九 就显得 有点 应该前了无用 那六二 B7虚 这个阴阳 它本身 也是附着于羊的 这个胡须啊 就像 也是在你身体上 长了富丽的 没有说好坏 其实不会太坏 因为它在六二中正 但是没有跟它相应 也就是说这么个事吧 你该装饰 那就是赶紧走的阶段 没有急 没有凶 自然而然的道理 那九三呢 就 有起 就要 有付出 有诉求 这都是一个道理 那就是说你装饰 也是装的 邻里大汗 但是一直这样 因为手 手正嘛 它的这个 当位 所以我该装的 该打扮的 给别人看了 就打了 永远保持这个心 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还是这个道理 那么六四呢 那就说 这个时候 你看还是单位的 而且下边有相应的 只不过上边 没有 承接上 但是也代表着 有了 阴遇阳 代表着有 阴遇阳 互动交感 找对象 找谁呢 当然不是这个 六三了 因为他们 阴阳电脑这样配 总归是不好的 而是初六 你是成嫁于 这个这上 因为夏尔是一个火 相当的马 这个是 求婚 不是抢婚 看见这个女子 也是很高贵的位置 那六五呢 这个时候什么都有了 你装饰的 我这有钱 富有 但是 这个也非本性 那就难免 有闭塞了 但是最终是吉祥 因为你毕竟 才大其俗 那么上酒 到最后 装饰就跟没装饰一样 该装饰就装饰 就这么道理 我这次就会被淹養了